谢谢啊 其实也不是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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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那儿呢 叔叔好 叔叔 恭喜啊 这个都毕业了 谢谢叔叔 叔叔 哪里没来 他生病了 感冒 发烧 我让他在家里面休息 最近是很多人感冒 是 三爷 来 这么多没给我拍照 拍照去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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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帮你们 谢谢叔叔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好 来 看我啊 来 一 二 三 换一个姿势 一 二 三 好了 看一下 好 谢谢叔叔 来 前面 来 老蒋 走 走 走 爸 我先过去 你们那块儿吧 老蒋 来 你说你要留在老家工作啊 是 工作已经找好了 回老家工作也还算不错 毕竟那是你熟悉的地方嘛 有空来南无 记得来我家吃个饭啊 好 那是一定 好 我们去找你哥拍照照吧 一起拍啊 好 好 好久不见啊 妹妹 这个是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我还为你送给你哥的呢 他 他已经有了 这个是给我屋里家教的 希望他毕业快乐 每天开心 谢谢 我很喜欢 那老师也祝我的学生 虔诚似锦 学业顺利 毕业典礼即将开始 请所有毕业生到礼堂集合 哥哥 你先去吧 我自己去找我哥就可以了 没事 我带你过去 我给你哥发个信息 嗯 走吧 哥哥 哥哥 所以毕业了之后 这些同学都真的很难再见到是吗 应该是吧 怎么跟你说呢 虽然说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 但是以后进了社会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慢慢地就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可能 是真的挺难再见面了吧 那我呢 你 你跟他们当然不一样啊 他们可不会像我的好妹妹一样 在过年的时候偷偷塞红包给我啊 嗯 在我毕业的时候 还来给我送花 你别担心 我过去之后 有空就会回来找你玩的 那什么时候是有空的时候 我回来之前都提前告诉你 好不好 小周 帮个忙 好 帮我跟我妹拍张照片 好 你拿到这个 来 来 两位看镜头 对 再笑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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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喝点 你俩又联体了 今天这事我必须问个清楚啊 你也和老aşo在一起 都不他女朋友的